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撤回书院 诚实面对 我们一直以来要求师大要立即为兼任助理纳保 但是呢我们得到的回应一年来都是什么呢 副校长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就是我们学校召开的 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学校要依法行政 我们要等到教育部的处理原则出来才要处理 那我们想试问 今天劳动部已经在在的认定我们兼任助理是劳工 如果是劳工就必须要受到相关劳动权益的保障 为什么学校忽视而不管 成大 世新 府大 淡江 甚至其他学校都已经开始有纳保这件事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需要等到教育部处理原则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学校只是找借口在代乎值寿 有一个案子叫做服务学期TA 这个案子呢竟然是一个学期后才能拿到一次薪水 他必须要工作60个小时只能拿6000块 好 一个学期才拿到一次已经够夸张了 竟然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学期后三个月 已经一个学期过了三个月 还没拿到薪水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有部分老师利用上课时间在课堂上 以及其他的场合 做出我们认为非常不理性的一些发言 完全不理会我们提出了充分理由 法理依据 那我们也试着到劳动部进行劳动检举 劳动检举的结果也证明 校方违反相关劳动法规 因而被开罰 但是校方把罰单转交 个别续所跟老师 由老师来奖交罰款 规避雇主应当承担的责任 之后校方又提出诉论 那他那次劳工局事实上在日前业金回复 确认校方违法的事实 那么另外校方最近甚至开始要修改 研究生讲述学金办法 企图利用教育学习的借口 来掩饰劳动的事实 规避劳固关心 甚至行政人员公开指责我们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牺牲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纳保跟当月薪水当月发 不是少数人的利益 而是全体的利益 一个手法勇于承担负责的学校 是全体的利益 一个愿意倾听声音 做理性沟通而不是透过行政程序打压 不同的声音的学校 这个才是我们所关注的全体的利益 学校在很多的问题上面 常常都是把投资 经营 效益这些口号挂在嘴巴上 我其实要奉劝学校一句话 人权 基本权益这些东西才是你值得投资的 只不过说它的价值 它的利益不是像你投资一个商店 投资一个7那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想这一点如果真的好好去做的话 学生们老师们社会都会给学校 一些肯定一些鼓励 这个对学校长远的利益 才是最值得投资的一件事情 校训记者研究生兼任助理 系绊工读生 游泳池工读生社固 计中的学固等等 各种在校内进行劳动的同学 他们的劳动权益都因为 学习这个名义而被学校严重的 严重的侵害 那我们也已经对政大校方声明 我们在校内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提出劳动解决 要求校方给我们一个交代 国立学校里面拥有非常多资源 可以盖各种荒谬的建筑 可以盖各种完全用不到的建筑 例如在政大校用不到的电梯 却没有经费替研究生 或者替工读生 替这些学生劳动者 纳劳健保 这是非常荒谬 这是学校明显的 在规避他作为一个雇主 应该付出的责任 其实在2013年台大工会 成立没有多久 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那当台大工会的代表 去和学校进行协商 讨论说校内的兼任助理 这些教学助理 还有研究助理 以及我们校内所有的 国会的临时工们 当他们的劳动权益 没有被保障的时候 那其实学校 那个时候台大跟师大 做了一样的事情 就是向劳动部提稿 然后告诉劳动部的官员们说 你们不懂什么叫做劳动 那其实我们觉得很好奇是 到底这些大学的高层们 这些教育部的官员们 是怎么样可以去 去逾越这个劳动部的权责 去判定什么叫做劳动 那目前呢高教工会在很多学校 都已经有成立像这样的老权小组了 那其实主要是由一群就是 关心劳动学生劳动权益 或者说学生在校内里面的所有的劳动者的 这样的一个学生组织 那目前呢高教工会在像包括台师大 还有中心大学 还有成大 还有交大 都有像这样的组织 以四星劳学校组为例的话 我们是每周会固定开始会 那包括说讨论说像先前的破例报啊 或者说到学生研究助理 兼任助理这些劳保的争取 还有学校董事会的滥权 其实我们也都有陆续的做出一波一波的行动 那师大这边的话是从上个学期成立的 那他们也才刚起步 其实已经就已经有非常多工作在进行 其实他们因为也都是很多是学生代表 那也进到学校的校务会里面提案过 提案学生要纳保 那甚至提案老师的现年升等应该要被撤销 对包括这些其实他们已经有许多积极的作为 那现在还持续努力 那各个小组之间我们其实因为都熟视 所以有些行动也互相声援或者是串联 那未来呢也可能希望可以 高教工会这里也希望可以成立一个 像是学生委员会这样的组织 就容纳各个大学的像这样的劳全小组 那有积极的包括说对于学生劳动权 有侵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由这个大型的组织 一起同时来做回应